已經是過去式了 我也是被強迫去的 男子漢敢做感當嘛 我就講我聽到他的聲音 其實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至於網友說的那個笑容呢 電話裡面也有出現 展榮仍被強迫上心靈課程 鋪置店佳寧出現ㄎㄧㄤ笑聲 YouTuber重量級成員佳寧 最近捲入心靈課程風波 引起網友熱議 有網友也挖出展榮展睿 也是心靈課程學員之一 兄弟倆生日出席活動大方回應 已經是過去式了 而且你知道這很為難 大家說你幹嘛要幫他打廣告 你幫我把照片挖出來 你說我在幫他打廣告 我就拜託大家已經過去式了 但我承認那個時候確實是在第一場 其實我也不支持任何就是 心靈團體它利用賺錢這個東西 想要去隱諾很多人 加上我覺得強迫這個行為本身就不是好 我也是被強迫去的 他也不一定是我心甘情願 但是我接受 所以我負責任去面對 我去完之後的所有體驗 大家又開始一直腦補很多劇情 那我覺得這個就是沒辦法 就是公眾人物就只能接受大家的輿論 那後來是怎麼從那個環境中離開 他們說的做海星要拉人 我聽到這個我就拒絕了 我也覺得我幹嘛影響別人人生 如果他真的有事情要去協助 他應該去尋求更專業的幫助 我離開就是 單純畢業後離開 我現在其實有跟一些同學聯絡 我們偶爾會出去玩 但是他們有時候跟我開玩笑說 欸我們有個新的課要幹嘛 我說NO 你只要跟我講課程 謝謝再聊 我上了很多課 我也找我哥說要不要上什麼 人類圖啊 然後就什麼 NO NO 只要有課這個字我不要 計較是都不要 他後來有關心一下 男女女的人家 我兩個都有關心 那其實感情的事情 我覺得要交給當事人自己去注意 其實有打電話關心 女方比較多一點 我就講我聽到她的聲音 其實我覺得 還蠻不錯的 而且也有說有效 蠻積極的在面對這個事情 所以我覺得大家真的就給她多一點時間 至於網友說的那個笑容 電話裡面也有出現 但我覺得 因為我們很熟 對我來說那就是私下的她嘛 她就是一個剛剛可愛的女生 你太正向說太假 太理智 她說這人怎麼講話怪怪的 對 所以我今天還特別戴了墨鏡 其實昨天熬夜 然後怕給她眼神換散 被說我什麼眼神不集中